天一冷啊 人的胃口就全上来了 大鱼大肉那是嘎嘎的香啊 这样的话呢 人的肠道就会有负担 消化系统 就会缺少维生素 营养不均衡 今天呢就来个汤吧 助消化营养又均衡 把铁棒的塞药去皮切成小粒 咱们把西兰花切成均匀的小朵 西红柿不用去皮 皮啊很有营养的 咱们给它切成均匀的小颗粒 咱们起锅烧油 本来呢不想放了 但是西红柿呢不过有炒一下 它不容易吸收 咱们中火啊炒出汤汁 这个时候咱们加入适量的开水 开始调味 放少许的盐 白糖 倒入切好的塞药 兄弟主页已经分享了很多家常菜 如果有一道对你有帮助 麻烦给兄弟来个关注 我怕你用的时候找不着我 此时此刻 如果您对的屏幕再怼两下 那就更讲究了 开锅后 咱们倒入切好的西兰花 再次开锅 咱们甩入鸡蛋液 一定要一圈圈淋 要不然呢 省着碎火 这样成大片 咱们最后来点香油 就这小汤 你就喝吧 低吸收 一消化 营养还均衡 愿蓝小厨的视频分享 给进来的家人们有所帮助 感谢